和一千多名大学生夜爬老军山是一种什么体验 是23.7公里徒步爬行7小时 没有来到老军山门前 总觉得这些00后能有几个选择爬山 等快到了门口 我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讶到了 老军山夜爬的开始时间是晚上10点 他们有高中的毕业旅行和大学生的组团挑战 他们是来自全中国各地的00后 默契地相约在这里的老军山 然后开始这场23年7公里的极限挑战 关于夜爬的时间 亲测大约需要5到7个小时 从7点开始一直到中天门广场 这一路上基本上是盘山公路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个半小时 中间你会路过很多的补给站 特别是这个8公里的补给站 你以为走了很远 其实才走了8公里 路上的时候你还会碰到这个路曲吧路牌 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一定要记得打卡 从中天门广场上去基本上全是楼梯 而且这边的灯光很暗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概两个小时就能到达金顶 山顶的温度很低 风也很大 所以一定要戴上厚衣服 5点22分 太阳如约而至 洒出第一缕阳光 达到金顶时 所有人都近乎震撼 学生们升起红旗 高唱过歌 这一刻无不被少年们的青春所感染 日出结束后 可以等待 锁到开启在下山 看 原来水魔化碟的江山 都是这现实山水的复制版 所以夜爬老君山 获是少年们的青春最好的体现